第0881章 一百个回答 金色的夕阳一点点坠入山林间 被周边云层染上了一抹金色的轮廓 天空如同分层一般 榴栏转白 再从白转红 最后化作余灰洒向大地 令茂密的草地也变得红灿灿起来 在葛兰加领地的尽头 有一处隆起的土坡 但在上面可以同时看到居住的房子 冬天和连接着山谷的树林 叶英小时候便喜欢其在父亲尖头登上矮坡 那样他就能把整个家尽收眼底 因此当双亲伤痕累累的遗体被送回 夫人问他想把他们葬在何处时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土坡之上 那时候的他尽管悲伤欲绝 但对家人突然离去一室 仍有些不愿相信 心里只想着若父母还能再度睁开眼睛 无论自己和弟弟待在家中的哪个地方 他们都能第一时间看到 如今重新来到双亲的墓碑前 叶英却有了截然不同的心情 石碑上的灰尘并不多 显然这里仍有人打扫 他俯下身将怀中的一叠白纸 整齐叠放到两杯之前 那是索美自觉的审判书 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 自觉的心房很快便土崩瓦解 在罗兰承诺最不及未成年的孩子后 他不仅承认了自己贩卖梦境水的事实 还将吞并葛兰家一事的前因后果 全部交代出来 原来那道分隔两个家族领地的山谷下 真的藏着宝藏 只不过他并非宝石矿脉 而是一座疑似金矿 发现他的人正是索美家的农夫 而与地势不同 对于葛兰家算是山谷的沟壑 在索美领地里 却逐渐与地表齐平 农夫也会常去下游 打水 洗澡 直到有天 一名姓月儿 从流淌下来的山泉里 发现了一颗金沙 并召来其他人的藩爪 轰抢后 才引起了多特索美的注意 之后 他立刻封锁了这个消息 并派人沿着山谷 寻找金沙的源头 然而手下的回报 让他大失所望 搜寻者的确在上游 发现了更多的金沙 似乎是雨水的侵蚀 令古壁不断坍塌 才让游离的 粗金落入水中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金矿很有可能 位于葛兰家一侧 这使得勘探行动 不得不终止下来 因为荧光城的特殊地位 附近贵族所允许拥有的骑士 簇拥都受到了 或多或少的限制 想要明抢是不可能的 而索美自觉 又实在不愿意放弃 这块巨大的宝藏 只好将算盘 打到了葛兰自觉的头上 他的突破口 便是老葛兰 葛兰家的远房亲戚 计划很简单 却冷酷无情 他利用老葛兰既无头衔 也无封地的软肋 诱惑对方与自己合作 并承诺 只要画一块地给他 葛兰家即可换一个主人 后者显然没能抵挡住 一跃成为真正贵族的诱惑 答应了他的阴谋 于是多特买通老鼠 趁着难民暴动的机会 害死了葛兰夫妇 而老葛兰 则及时收留了未成年的海德和叶英 开始代为管理领地 只要等到海德成年 逼迫他将封地与爵位悉数让出 不过是轻而易举 失去了庇护的 继承人跟龙中鸟 没有多少区别 即使其他贵族怀疑起来 也只会认为 是老葛兰太过贪婪而已 到了这一步 可谓已成定局 然而叶英的觉醒 使得这个计划出现了破绽 他在成年之日 杀掉老葛兰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后者直到咽气的那一刻 也没能等到他梦寐以求的爵位 却没办法令葛兰家 每一个人都倒向他 毕竟能当作筹码的爵位 只有一个 他必须用在刀刃上 讽刺的是 他最后找上的是海德 当时叶英听到这里时 只觉得分外可笑 原本就该属于海德的东西 却被当成了交易的筹码 而后者还天真的以为 对方会帮助自己 为做太多犹豫 便答应了杀亲之人的提议 靠着子爵的支持 海德从一群争权夺利的亲戚中 脱颖而出 最终保住了爵位 成为了葛兰一脉的正式继承人 随后他按照约定 并入了索美家 倒不是他信守承诺 而是内斗过后的家族产业 已濒临崩溃 领名也流失了十之八九 除了投靠之外 他已没有其余路可走 经过十年的漫长谋划 子爵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甚至连开矿需要的巨额本金 他也通过走私梦境水 一点点积攒到位 只要等到探明矿卖位置 索美一家 即能获得延续数百年的财富 然而罗兰的出现 打破了他的美梦 为了一座疑似金矿 殴杀同皆贵族 令数个家庭破散 前后近二十多人死亡的恶毒轨迹 换来的却是一条套在脖子上的脚索 自始至终 他也没能见到金矿一眼 叶英取出火帘 点燃了审判书 他曾听罗兰说 有一种古老的悼念方式 便是将纸扎成侠传递之物的模样 然后用火烧掉 便能令氏去之人收到这份物品 因为火能通灵 他有特殊意志的烟火 有一定几率穿过生死两界的大门 特别是在两个世界最为接近的黄昏之际 叶英希望通过这样的仪式 将凶手扶助的消息 告知给父母的灵魂 尽管罗兰后面 补充到他其实不怎么相信生死两界的存在 不过他并不在意 因为此举其说是在解位双亲 更多的倒不如说是在安慰自己 等到他走下土坡时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罗兰正在不远处等他 直到见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无处可疑的心 才陡然落了地 这样真的好吗 让那家伙毫发无伤地离开 罗兰撇撇嘴 我可是很早就想教训他一顿了 哦 以什么样的身份 叶英挑眉道 呃 他咳嗽了两声 当然是以国王的身份 叶英笑着摇了摇头 他的事已经了结 与我不再有关系了 你若真想的话 大可派人把他找出来再揍一次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算了吧 罗兰摊手道 嗯 对了 叶英忽然停下脚步 单膝跪下 像第一次宣誓效忠时那般 俯兄行礼道 陛下 今后也能允许我一直待在你身边 为你效力吗 为什么突然提这个 罗兰愣了愣 不是早说过了吗 但我想听你再说一次 叶英坚持道 罗兰无奈地耸了下肩 回身走到他身旁 摸着他的头道 那你听好了 嗯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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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个回答 都是可以 满意了吗 活力之嫌没有丝毫颤动 宛如陷入夜幕中的大地般 宁静柔和 能遇到他 真是太好了 叶英仰起嘴角 展颜一笑道 如您所愿 陛下 10882章 王者归来 国王要来了 自从罗兰 温布顿的军队 进入赤水城后 这个消息便开始在 旧王都的街头小巷流传 并于荧光城领主归顺后 达到了顶峰 尽管有一小部分人 一再强调他并未登基 但比起一年前的叛王 和入侵者称号 大多数民众都已相信 未来的徽宝之王 非罗兰莫属 甚至很有可能 他此行就是为了加冕而来 不过新王的动向 似乎并不积极 每到一座城市 都会待上数周左右 因此 当该消息成真实 时间已经到了夏季中旬 日益升到的气温 丝毫没有降低人们的性质 酒馆里全是讨论 登基大典的声音 街道两旁 扎起了彩带 宫殿附近高于双层的民房 全部被租界一空 渐险萧条的旧王都 仿佛又恢复了往昔的活力 或许只有在这种时候 他才能让居住于此的人们 想起王都应有的风貌 时隔一年后 罗兰再次踏上了这片领地 穿过城门的那一刻 姑娘们采集的花瓣 洒得漫天都是 民众的高呼声 瞬间点燃了全城 他们倒不是 在送赞新王的贤名或仁爱 对于王都人来说 这仅仅是一种习惯而已 依依依和窦家 便是其中的一员 两人因为恰好住在一栋 靠近主街道的塔楼上 从而得到了一个 可以俯瞰全场的最佳席位 父母为了招待租房的看客 忙得应接不暇 根本没工夫 管束两个小鬼 他们也乐得爬上塔顶 他在红砖瓦上 观看大军进城的盛况 来了来了 马车上站着的那人 就是国王陛下吗 他看起来 要比二王子殿下年轻很多眼 尼尼大呼小叫道 哇 快瞧 他在向我们招手 提费科大人 可不会这么做 是对着 这个方向的所有人了 斗甲耸耸肩 我们爬得这么高 他发现得了财惯 我们当然 也包括在所有人之中 这句话难道不对吗 尼尼理直气壮道 光看面貌 他就比二王子殿下和善多了 然后和善的国王陛下 绞死了一大批贵族 其中还包括了那位提费科殿下 他的亲哥哥 王场上临时打造的脚架 至今仍摆在那里 如果再加上老鼠 他算是王兜里杀的最多的统治者了 喂 你为什么老跟我唱反调 尼尼恼怒地瞪了他一眼 我不喜欢他 斗甲督嘴道 他根本没有把 这座城市当做自己的家 到处宣扬西境工作机会 多 独立人们都去西边 那我们怎么办 如今父亲开的小酒馆 顾客少了一半 还多 不正是拜他所赐吗 那你 喜欢谁 二王子殿下 也讨厌 为了抓个女巫 闹得全城都不安宁 最好的 还是老国王 至少不会 天哪 快看 陛下身旁那名女子 尼尼未等他说完 转眼间便把争执的话题 抛到了脑后 指着国王的敞篷马车 惊呼起来 他转过身来了 天哪 太太漂亮了吧 豆家只得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过该发现 似乎也成了众人关注的新焦点 能够在此刻与国王同车 其代表的意义 几乎不言而喻 接到两旁嘈杂的议论声 顿时又升高了几分 显然大家都对这位陌生的美貌女子 充满了兴趣 就在这时 两人忽然听到了一声奇特的轻笑 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道灰色的身影 恍如离弦之见 从两人面前掠过 已直地窜入了塔楼中 接着楼下 响起了一阵惊慌失措的喊叫 似乎有人摔倒在地 还有酒杯碎裂的翠响 刚才那是什么 妮妮惊讶道 不知道 但她好像是冲着我们家来的 豆家焦急地翻身而起 我们先赶紧回去看看吧 嗯 两人一前一后 沿着来路攀下砖墙 从窗户跃入屋中 却惊讶地发现 数名身披甲咒的武士 已将家里的客人 围得严严实实 地上 除了洒落的酒水 与器皿碎片外 还留有几片羽毛 她的嘴巴躲起来 无论看到什么 都不能发出声音 然而两个想法都没能实现 落地的一瞬间 武士就注意到了 两位不速之客 但谁也没有过来捉拿他们 反而还朝他们咧嘴笑了笑 半课中之后 这批人很快又鱼贯而出 只剩下一脸瞠目结舌的 父母和客人 其中一位 看似头领的人物 还拿出十枚银狼 交到了惊呆的父亲手中 直到所有人离开 妮妮 才迟疑地走上前 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 简直不可思议 父亲激动地手舞足倒到 就在仪仗队 经过街道拐角的时候 一个看客 突然掏出了一把 上好闲的弩弓 直接对准了车上的 国王陛下 妮妮倒吸了口凉气 然后呢 我们都吓坏了 要是这件射出去 一屋子人都活不了 好在这时候 一只鸟 不对 一个人飞进来 阻止了那家伙 人 也不能这么说 他飞进来时是鸟 但撞在那人头上的时候 就变成了 人 是个和你 差不多大的小姑娘 一名客人补充道 我们见弩弓掉到地上 才反应过来 一拥而上 将刺客死死压住 在之后 那些武士就破门冲了进来 你们确定 没看花眼 斗甲 质疑道 那只鸟 不对 那个会变鸟的人呢 你们不会是偷喝了梦境水 产生幻觉了吧 等我们制服刺客后 他已经不见了 父亲举起手掌 拍在儿子脑后 删的他一个亮枪 另外 随便怀疑我的话 是要吃苦头的 众人不禁哄笑起来 妮妮却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那几根羽毛上 她们的色泽 看似和普通的苍蝇女翼一般 却宽大柔软得多 她将羽毛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 然后别再发烧间 对着镜子上下打亮了一番 看上去她也像能飞了一样 小姑娘心满意足地想 就用这个来做新的投尸好了 这件看似惊险万分的刺杀事件 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人们很快将话题 移回到了国王一行人上 而在 他们不知道的地方 类似的事情 至少还发生了十来起 只不过在希尔维的警戒下 所有将希望寄托于 侥幸上的单人行动 无一例外都炫到失败 甚至 大部分预谋 在连周边的群众 都未惊动的情况下 巡逻队便将目标直接拿下 辛苦你了 罗兰趁着挥手的间隙 朝身后的车厢点头道 没想到就王兜里 还存有这么多余档 看来局势并没有我想象的稳定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一下 希尔维回到 你既然知道不稳定 就不应该选择这种方式入城 不客气的声音 来自于艾格莎 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关系 每逢谈到安全问题 罗兰便觉得 他的脾气跟书卷越来越像了 凡人太过脆弱 有时候 只要一个不起眼的伤口 就能要了你的命 我会拦下所有进攻的 一旁的安娜平静道 何况纳纳瓦 派恩也在队伍中 你不能这么惯他 嘿嘿 罗兰连忙打岔道 为了造势 这点风险 还算可以接受 作为新国王 总得在人民面前 混个脸熟吗 马车里坐着希尔维 艾格莎 伊莎贝拉 菲利斯和佐伊 加上外围的第一军精锐 如此强大的配置理论上 几乎不可能出现意外 这是两码事 你完全可以选用 更稳妥的方式 例如站在宫殿高台上 向领明宣讲 的确 但他不能说此举 更多是想过一把巡尸的意 比如在马车前 架上两个话筒 再来一句同志们好之类 陛下 王公就快到了 亲未提醒道 这句话 也让艾格莎止住了说教的话头 罗兰松了口气 隔着重新装点过的内城墙大门 他已看到了一只近百人排成的列队 正恭敬地等待他的驾铃 他们之中有像塔萨 阿罗夫弟子 这样的西境老臣 也有不少投降小贵族出身的新臣 但更多的是 当地招募进来的学者和平民 完成上次未完的整改后 整个徽宝中部地区 便将正式归于他的掌控 再等到东线军占领海风郡一带 徽宝便算初步 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了 当马车停下 罗兰意气风发地掀起披风 一步步迈下车架 朝身后的众人摆了摆手 走吧 跟我进王宫 10883章 新时代的官员 拜见国王陛下 随着礼宜官布兰奇 奥兰多的带头直立 所有官员一同跪下 在王宫两旁 形成了一道低矮的人墙 拜见国王陛下 接下来是墙院内的侍从与仆人 负责宫内的日常打理与所事 罗兰目光所到之处 众人无一步低下头来 神情里充满了敬意和畏惧 拜见国王陛下 最后是跟在身后的第一军 其喊声尤为响亮 仿如海涛般连绵不绝 他原以为自己看多了 人山人海的情景 也见识过宏伟的阅兵史 对这样的场合 具有一定的免疫力 但亲身经历的一刻才知道 被众人仰望的感觉 无论多少次 都令人心潮澎湃 就在这万众呼嚎声中 罗兰一步步设计而上 拜入了旧王都的核心区域 双塔圣殿 当他于王座上坐好后 官员们才陆陆续续 进入大殿之中 还成三列立于坐前 看到这近百人 罗兰不禁有些感慨 曙光城不愧是 回宝王国过去的中心 短短一年时间 就招揽到了如此多具备 基本读写能力的办事人员 而且难能可贵的 是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来自平民 这样的教育水平 除了吴东城外 应该算是 该时代里数一数二的了 腋下 这是您的权杖 布兰奇递过来一根 金灿灿的手杖 不仅周身雕刻着 精美的花纹 其端头还欠着一颗 剔透的蓝宝石 他由专门的金匠 打造成 每一位国王所持有的 都各不相同 罗兰对这种赤裸裸 象征权力的东西 并不感兴趣 因为太过直白而粗暴 让人感觉像是一个爆发户 不过他很快发现 此物件也不完全是个摆设 毕竟在如此空旷的大殿中 假要让大家的注意力 集中起来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权杖可以很好地做到 这一点 他举起杖子 敲了敲地板 众人很快便安静下来 你们都知道我是谁 所以开场白就不必了 罗兰扫视整个殿堂 缓缓说道 我此行的目的很简单 一是为了排除危险 二是为了整顿秩序 前者不单单是指 武力对抗者 任何妨碍新政策实施之人 都在此恋 不管他曾经是贵族 商人 自由民 还是老鼠 只要对 新政有损 那么下场 后者则是将秩序正规化 也就是建立起一套 和吴东城相仿的行政体系 你们应该已经有所耳闻 一旦成为市政厅官员 便可享受优渥的酬劳和待遇 而且晋升之路和血统 家世无关 换句话说 只要能力足够 即使是一位平民 也有机会得到向部门大臣 遇前首相这样的职位 人群里顿时泛起了一阵 焦头接耳之声 别说平民了 如此高位 就连小贵族 以前都是想也不敢想的 巴罗夫 以一介财务大臣弟子的身份 现今成了陛下 跟前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在救王都已不是秘密 你想到 有机会成为王室大臣 人们的眼神都炙热了许多 但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进入市政厅 你们需要通过 考核才行 罗兰不慌不忙地说道 议论声更大了 陛下 请问 考核是考哪些内容 有胆大的人问道 可靠杜问答 这也是吴东城市政厅 必须审核的内容 他笑着解释道 不是全部答对才算通过 但至少要满足最低要求 至于具体内容 只有在考核前才会告知 事实上 这套问答 正是从书卷编写的 忠诚识问变化而来 同时加入了一些 对工作的态度 及期待询问 主要用于保证队伍的纯洁性 之所以不叫忠诚度问答 是担心下 跑那些想太多的人 在这个时代 不忠诚 绝对是大罪 而且 说大可大 说小可小 在心里辱骂过王室 算不算 喝酒胡砍时 编排过国王的是非算不算 然而平民私底下谁没抱怨过 就更别提贵族了 按照律法 这些都是不忠之举 若是听到要查这个 只怕大部分人都会避之不及 当然以后摊子大了 叶英自然没办法做到 每一个人都审查清楚 不过至少在初期 罗兰 还是希望尽可能保证政体的可靠 毕竟这些人 只要能适应新的行政体系 十有八九 都会成为未来的骨干 另外 选择加入市政厅后 就必须放弃原有的 产业 他继续说道 简而言之 市政厅官员 不得和任何商人 有利益上的来往 否则会以重罪论处 这一点 我希望大家能慎重考虑 此句话 如同一盆冷水 大厅里陡然安静了几分 和半路出家的边陲镇 不同 旧王兜里 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声 想要抛下过去积攒的一切 全身心 投入到一份新的工作中 这毫无疑问 是个两难的选择 不过想要推行职业化的概念 这是必然的一步 哪怕一些人 会将产业交给远房亲戚 或顾他人打理 也得在表面上维持这一点 柏兰心里清楚 四大王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员 所谓的大臣 都是由国王信任的贵族担当 为陛下处事分忧 是一种荣誉 而非职责 当荣誉不再或遇到危机时 他们首先考虑的 仍是自己的利益 而职业化 则是把人和岗位绑定在一起 或有些人在塔在的意味 没有后路 可以看作是利益的统一 只有王国欣心向荣 他们得到的好处才会更多 还有一点便是 商政分离可以在一定程度 避免既做选手 又做裁判的尴尬局面 最后 无论职位高低 任何一个正式的市政厅 官员 其名字都会记录在我的案前 见气氛低沉 他将早已预备好的田枣抛了出来 你们的待遇和职位 将不止在一个城市生效 只要是归我统治的领地 都会认可 你们所拥有的权利 这便是职业官僚体系中的杀手锏 编制 成为体制内的意义 不言而喻 他不仅是一份认可 也是最稳固的保障 大殿里的人们 可能无法立刻意识到他的好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终会明白 吃国家饭的美妙滋味 由于旧王都已经经历过数次筛选 贵族阶层几乎荡然无存 整顿起来要比之前几座城市都方便许多 尽管许多人仍心怀疑虑 却没有一人跳出来公然反对 本着试一试的态度 当全体大会结束后 报名处很快排起了长队 罗兰回到书房 正准备赵塔萨 约扣等老伙计过来单独聊聊时 一名侍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一下 驻守北地的卫队有信使来报 他们在赫尔梅斯以西 发现了陈西大军的身影 第0884章 战争之痕 西边的情况怎么样 英子和桑书刚走进中央营帐 北地驻军的指挥官 英面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那火人的数量还在增长中 老兵行了个军列 将这一周来的监视行程 大致讲述了一遍 简直吓了一跳 没想到陈西王国 也能凑出这么多士兵来 多少 英面丝毫不以为意 还给两人倒了杯茶水 八千 还是九千 只怕超过一万人了 桑书将茶一口干净 光是帐篷就延绵出敬意里 叫不出名字的 旗帜至少有二十面以上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 找来的这些送死鬼 一万以上 英面手中的笔停了下来 你不信的话 可以问问班长 他指了指身旁的钉子 为了估算大概人数 我们可是冒着被发现的风险 已经就盛成侦察的 整个城区郊外 都是陈西贵族的兵马 他们封堵了赫尔梅斯 与陈西王国的通路 大部分难民 已经掉头转向狼兴 和永东方向撤离了 寒风岭这边 应该也多了不少吧 至少回来的路上 我就看到了几只不下百人的队伍 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 鹰子点头补充道 陈西方面应该是在等待人员集气 同时 对周边范围的警戒 也所有增强 我建议后续的侦察组 不要太过靠近就盛成 以免被对方的巡逻骑士发现 自从察觉到赫尔梅斯的异样后 北地驻军便开始在 康德公爵的协助下 向高原区域渗透 除了希望能获取更多的情报外 也是为之后的攻坚战做准备 但陛下并没有批准 鹰面敌试探进攻计划 只要求保持提高警惕 继续保持侦察即可 副营长无奈之余 只得压下大干一场的想法 这几个月 他也不是毫无作为 确认圣城不是在施展一兵之际后 北地驻军重新拿回了寒风领 至于陈西军队的出现 则是两三周前的事情 大人 难道你担心这伙人 对陛下的行动不利 怎么可能 鹰面大笑起来 就算他们人数再翻上两番 在第一军面前 也不过是群迟缓的靶子 连神阀军都无法突破 机枪封锁的防线 他们凭什么摸到陛下的脚边 相反人多才好 先让他们去冲一冲 圣城的城墙 试试教会的底细 最好能打得两败俱伤 若真到了那一步 陛下肯定会同意我的计划 他顿了顿 这一轮的侦查 辛苦你们了 先下去休息吧 是 大人 桑叔敬礼道 鹰子却没有转身离开 而是犹豫了下才说道 我们就不能 提前击退他们吗 两人齐齐一愣 什么 陛下不同意 我们自行进攻赫尔梅斯 但不代表 不会允许我们 阻击陈西军队吧 鹰子咬住嘴唇 又等到他们 向圣城发起攻击 赫尔梅斯山下 恐怕已变成一片废墟了 老兵叹了口气 你是不是 看到什么了 鹰面皱起眉头 劫掠和屠杀 鹰子捂住额头 几乎不想去 回忆那些血腥的景象 他们还没有进入旧圣城 只是在外围驻扎下来 周边的居民 被他们抓起来 一个个穿在尖锐的木棍上 然后用这样的木棍 来做营区挡墙 至于女性的下场 则更惨 都是陛下的敌人 让敌人去消耗敌人 总比消耗我们自己要好 而且不要忘了我们是军队 是陛下手中的利剑 杀人也是我们的职责 但那不一样 兵子坚持道 我们是为了实现 陛下的目标而战斗 但他们 仅仅是单纯的为了杀戮而杀戮 那些村民并非教徒 可在他们面前 甚至连猎物都不如 大人 他只是受了点刺激 见鹰面露出不悦的神色 桑书连忙说道 你也是 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只要教会不倒 我们根本没法在他们眼皮下 越过赫尔梅斯高原 又要怎么阻止陈西那帮人 新圣城 如同一座庞大的要塞 将高原平坦区域 连为了一个整体 外围四座城门 分别对应四条 前往各个王国的通道 尽管如今已无人看守 难民 可以自由进出 但不代表教会会做事 第一军长驱直入 穿过圣城 进入陈西地界 英子自然也知道这一点 他深吸了口气 事实上 还有一条小路可共通行 小路 回来时 我曾跟一些逃难者聊过 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我 在高原外侧 看似陡峭的山崖中 有一条两人宽的小道 冬天时 他会因冰雪堆积而封闭 但雪化后 这条路 可以在不进入圣城的情况下 直接横跃赫尔梅斯 英恋忘了他好意会 他摇摇头道 忘记这件事吧 英子低下头来 不再 说话 其实你也清楚 这并不是一个可靠 不对 应该说 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作战计划 傅英长意外地没有发火 先不提那条小路 安靠我们也没办法 一举击溃上万敌人 陛下在晚间补习课里 说得很清楚 军队行动前 首先要考虑的就是 后勤 两人宽的山道 光运送不及 都很困难 更别提机枪 但要了 另外整个北地驻军 只有五百人 佩吉的子弹 也不够支持一场持久战 一旦敌人没有被击溃 我们便会成为 毫无援助的孤军 全军覆没 都有可能 英面站起身来 走到丁子面前 我比你更想要一场 彻底的歼灭战 但那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陛下和铁府大人 把这支军队交给了我 那么我首先要考虑的就是 军队的安危与利益 无论是之前的安置难民 还是现在这个决定 明白了吗 是 大人 英泽握紧拳头 最终还是行了个军礼 下去吧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之际 一名士兵掀开连部走了进来 大人 罗兰陛下 那边的回信到了 哦 快给我看看 英面连忙接过密信展开 还未等丁子和桑书走出 老兵问道 没错 第一军已经从王都乘船出发 正全速朝北地赶来 预计十天后抵达寒风岭 十天 太晚了 兵子难过地想 陈希大军随时都可能进入旧盛城 只要一两天时间 他们就能把赫尔梅斯山下的 所有城镇都变成地狱 恍惚间 大名在枪林弹雨中 挣扎的红衣女子 再次浮现于她的眼前 仿佛在控诉她的所作所为一般 在此之前 陛下要求我们立刻采取行动 阻止陈希军队进入旧盛城 至少不能让他们洗劫修道院 丁子猛地抬起头来 这能做到吗 桑书摸了摸脑袋 很难 所以陛下派出了一支特殊的援军 将于明晚抵达北境 应面和尚密信 能以这个速度赶到此地的 也只有女巫了 随后她望向两人 去通知所有班长来我这开会 对了 那个知晓山路的难民 叫什么名字来着 10885章 倒霉的商人 唐恩觉得自己倒霉透了 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为了还算过得去的利润 而奔走于永叶城和赫尔梅斯之间 将辉宝的皮草和绒布卖给教会 同时带回一些圣水浸润过的护服或塑像 这门生意竞争激烈 他也是经过近十年的打拼 才在两地站稳脚跟 手中有了些余钱 便想扩大生意 因此 他在新盛城外围 买下了一间带仓库的住宅 用于存放货物 正带大干一笔时 却没想到北方的局势急转直下 首先是辉宝新王同教会 爆发了激烈冲突 像护服这样的信仰之物需求量大跌 令他不得不空车返回 差不多损失五分之一的收入 但只要毛皮生意还能做 就不至于血本无归 加上冲突加剧的缘故 皮草价格反而有所上涨 他那时认为 教会获胜是迟早的事 作为圣城的常客 他自然知道 教会所拥有的底蕴有多么雄厚 王国里能横着走的骑士 放到赫尔梅斯来 恐怕还比不过一名 经过严格训练培养出来的审判武士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教会不仅输了 还输得一败涂地 他的生意也宣告彻底停摆 价格降低三成都无人问津 直到圣城秩序崩溃 存货的仓库被人洗劫一空 唐恩才意识到 这里已经变成了危险之地 或者说 自从得知大教堂一夜坍塌的消息后 他就预感到了不妙 可心中的那一点侥幸心理 始终让他不愿意丢下 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家业 陈希大军出现在赫尔梅斯山下的消息 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群人此刻 出现在这里的目的 几乎不言自明 毫无疑问是冲着教会数百年 所积累下的财富而来 一旦抢红了眼 别说皮草了 只怕连他的性命也要丢在这里 心如刀脚地做出决定后 唐恩跟随众多商人一路向南 经过数天颠沛 总算安全撤回到了辉宝境内 驻守边境的战士并没有为难他们 仅仅是简单盘问了一番 便把他们带到了一处专门收容的营地中 并告知两天后 会有北京公爵的车队 捎带他们返回城市 唐恩员以为这场噩梦之词 终于告一段落 虽然数年的生意 全部化为乌有 不过他好歹还活着 永夜城里仍有一处 可以遮风挡雨的宅子 老婆和孩子还在等他 不像他的老对头 吝啬鬼索卡斯 直接死在了逃难的路上 想到这儿 他心里又好受了不少 可不到一天时间 这份安心感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名新王的战士找到了他 并将他带出了营地 他尝试塞给两人几枚银帮 想打听下 到底所谓合适时 却遭到了拒绝 难不成对方想要咽过拔毛 唐恩不禁捂住了怀里的钱袋 这已是他最后的家产 如果被人抢去 那可真就活不下去了 但不给吗 他又没这个勇气 能把教会打垮的凶残军队 绝不是他能拒绝得了的 若是惹恼了这群杀神 下场只怕更惨 走着走着 唐恩不禁想要哀嚎出声来 为什么他会这么倒霉 明明那么多商人 却偏偏挑中了自己 难道是因为他把卖不出去的 护符和塑像都丢进山沟里 从而被神明诅咒了吗 这份绝望的心情 让他心绪涣散 直到一名自称是 副营长的统领温化时 他都没能快速回过神来 神 什么 小道 对方倒是没有发火 而是心平气和地重问了一次 我手下有一位士兵说 你知道一条 可以不经过新盛城 而直达赫尔梅斯山脚的小道 是吗 就是你告诉我的那条 一些商人 常会用他来偷运一些价值高的货物 你也跟着他们走过几次 另一人补充道 等等 不是为了他怀里的金龙 唐恩偷瞄了后者一眼 发现 说话人正是那个在路上遇到的年轻战士 似乎叫钉子来着 当时看他挺热情的 便和他多聊了几句 也 希望通过偷漏教会伤税的行为 来博取他的认同 没想到这个举动 竟会给自己带来这样的麻烦 当地人称他为云中梯 唐恩硬着头皮回道 只有在每年雪化后才会出现 起雾 下雨时都不能通行 而且据说有好几个出口 但我只知道 前往晨熙方向的那条 很好 红领点点头 你带着我的人去走两趟 只要能通过 我会赏赐你的 不敢啊 大人 唐恩立刻跪了下来 我怎么敢要您的赏赐 只希望走完后 您能让我回家 很遗憾 这不行 对方的话顿时让他心都凉了半截 为了确保不出意外 你接下来的几天 必须跟随我们行动 一直到任务完成 可 可是大人 唐恩话还没说完 五枚金龙便丢到了他的面前 这是定金 完事后 还有五枚 红领打断道 你应该清楚 在汇宝大部分地方 十枚金龙能买到什么样的东西 能买到命 他咽了口唾沫 这么多年的生意做下来 他怀里的流动资金 也不过三十多枚金龙而已 对方的意思表露 无疑 这便是买命钱了 想要拒绝是不可能的 您 真的会放我走吗 还是忍不住问道 当然 只要你劫心尽力 做好向导工作 我会派专人 把你安全地送回永夜城 这点你大可放心 唐恩患得患失地离开营地 却发现 陪同他的 正是那名年轻的钉子 以及一位年纪颇大的老战士 你可把我害惨了 他苦笑道 从两人的神情来看 此事应该只是一次巧合 而非刻意地陷害 这怎么会是害你 钉子皱起眉头 十枚金龙 绝不是一笔小数目 只要你没有心怀不轨 就不用担心遇到任何危险 放心吧 头说话还是很靠得住的 他说会放你 就一定会放 老战士插话道 再说了 带个路 就能拿十枚金龙 这事 放我身上 高兴都来不及 您是 叫我桑书就行 另外禁语 就免了 要用也是对钉子说 他可是班长 比我还要高上一级 是 是这样吗 唐恩不禁有些尴尬 他一直以为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只是一个底层的士兵而已 按之前的称呼便是 钉子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 那两位能告诉我 你们的副营长所说的任务 到底是什么吗 我们要绕过赫尔梅斯高原 在旧圣城下 遏止陈西军队的攻势 班长 桑书出声提醒道 没关系 反正这些天 他会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 适当 透露点消息 也能让他少 胡思乱想些 这有助于我们完成任务 只要他稍有异动 我会第一时间击毙他的 钉子的话 令唐恩打了个寒战 只不过对方的前半句 更加匪夷所思 遏止陈西的大军 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这不可能啊 那条小路只有两人宽 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塌陷 稍有不慎 就会跌入悬崖 即使从早走到晚 一周内也顶多通过几百人 你们拿什么来抵挡那些骑士 更不用提教会 还有可能从背后 向你们发起攻击 我们不是独自作战 英子平静地说道 陛下的援军 很快就会抵达寒风陵 届时你自然会看到 第一军的战斗方式 第0886章 武器与艺术 援军 他到底有没有听懂 自己在说什么呀 唐恩抽了抽嘴角 就算来了援军 过不去也没有用啊 还是说 他指的援军 是能够直接踏平赫尔梅斯 从圣城废墟上 越过去的主力部队 可那样的话 没个十几天 根本无法做好工程准备吧 不过看到对方显然不想 就这个话题 继续谈下去的神情 唐恩也 识相地闭上了嘴 云中梯的一侧入口 就在离寒风陵 不远处的山壁上 从一个不起眼的 岩洞中钻入 再次看到天际的一刻 便已燃身在半空之中 空气潮湿时 这条路会被一片片云雾覆盖 穿行起来 如同登天 其名字也因此而得来 但只要天气良好 这条路还是十分可靠的 为了劝阻第一军 他故意夸大了云中梯的 危险程度 事实上 由于个别商人 非常看重他的避税功能 在他线部位 还用木板和蝎子 做了加强 工人通行的风险 并不算高 半天时间里 他便带着丁子等人 来回走了三次 在群山之壁上穿行 避免了崎岖的山路 和盛城的层层设卡 同时缩短了距离 因此 只要轻装上阵的话 效率反而比大道更高 唐恩注意到 丁子一直拿着个小本子 图图写写 像是在记录着什么 只是上面的内容 除了大陆惯用的文字外 还夹杂着许多 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字符 这让他心里惊讶不已 一个战士 居然会读写不说 还拥有着自己 完全无法理解的知识 如果不是青年所见 他绝对不会相信 要知道 为了学习算账 和计入货物进出 他专门找了加商会 以一枚金龙的代价 才掌握了买卖的基本操作 如果丁子会识文断字 又何必干着打打杀杀的活 尽管罗兰 温布顿的军队 强大无比 可战争总要死人的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 不是下一个 然而 他从两人的交谈中发现 十字和手绘地图 似乎并不算什么高等技巧 仿佛第一军 每个人都能做到这点似的 这些人脑袋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唐恩愈发觉得无法理解起来 回到营地 天色已尽黄昏 但大仗周围却热闹非凡 战士们三三两两 聚成一团 兴奋地议论着什么 而目光都集中在了 营地中央的篝火处 看来是援军到了 兵子里也开嘴角 我猜也是 桑叔笑道 不知这次又会有哪几位熟人过来 闪电小姐和麦希小姐 肯定在里面 班长脚步都加快了几分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神 什么 小姐 他们等待的援军 是女的 唐恩不由地紧跟两人 找到一处空地后 向人群中眺望 而下一刻 他忽然有种要晕过去的感觉 见鬼 这算什么援军 那分明是几个小鬼 特别是那个头发 都快拖到地上的家伙 看他圆鼓鼓的脸颊 和水灵灵的大眼睛 说是只有十岁他都相信 其他几个也好不到哪里去 胳膊腿还不及一拳大小 放到战场上 恐怕连剑都拿不动 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简直是荒唐至极 咦 他忽然愣了愣 心中又不确定起来 一个原因便是这些女孩的容貌 都远远超过了寻常女子 一个两个还不觉得 但一群人站在一起 立刻让他想到了 女巫这个特殊群体 当然 女巫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 如果他们真强如地狱魔鬼 早就该把教会和人类王国 碾成鸡粉了 作为一名见多识广的商人 唐恩知道 只要佩戴神法之时 一个骑士 可以轻松杀死数名女巫 没有了能力 他们也不比普通人强壮多少 不过加上另一个人 就很难说了 唐恩凭住呼吸 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了 另一位青发女子身上 他见过对方 在永夜城的庆典上 尽管他的模样 不是人群中最出众的 但却是最吸引人的一位 只要见过他一次 就永远不会忘记 这位具有奇特气质的女性 伊蒂斯 康德 永夜城公爵之女 绰号北地珍珠 他在交际时 可以如花一般绚烂 也可以在战斗时 手握长剑 斩下对手的头颅 据传他的剑术 和他的五官一样出众 不过最让人忌惮的 还是他的行事手段 出乎意料 不拘一格 而且防不胜防 敢因为他是女子 就轻视他的人 无疑不付出了 惨痛的代价 关于北地珍珠的传闻 永夜城的居民 可以连着说上几天几夜 看来康德公爵 是彻底倒向新王一边了 否则他绝对不会 让心爱的女儿 在没有侍卫保护的情况下 独身跑到军营里来 而且从那位副营长 颇为尊敬的态度来看 伊蒂斯即使离开了北京 也无愧于珍珠之名 要知道 对方所率领的军队 可是连教会都能击溃的 有了女巫和伊蒂斯 康德 加上一群杀神 他们说不定 还真能给陈希大军 造成极大的麻烦 除开援军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 引起了唐恩的好奇 只见篝火旁边 摆放着一个造型 古怪的铁制支架 其轮廓呈左右对称状 乍看起来 有点像一副扁担 他的两端各连着一个矿体 每个方矿中 装着四排头大尾间的金属圆筒 一时镜看不出 是用什么材质组成的 明明只是个金属物件 却让他隐隐感到了一丝不安 反复打量了片刻 唐恩才注意到 不安来自何处 那便是九个足有一人掌的圆筒 外形几乎完全一模一样 从圆滚滚的头部开始 一直到收束的尾巴 都展现出了一条柔滑的曲线 这个细节 令他手心不禁密出了汗珠 要知道 金属最为坚韧 想要把它折成固定的模样 就必须反复灼烧 千锤百炼 但据他接触过的铁匠 都认为 能将一件铁器 打得方方正正 表面平整 就已经是百里挑一的好手了 把一块五尺长的铁片 敲成均匀的弧形 这是何等高超的技巧 然后再以同样的手法制出 九个这样的玩意 幻永夜成任何一个匠人来 都会吃笑他的无知 如果他们全是精湛的艺术品 那也就罢了 但灰黑色的外表 和杂物一般的堆叠方式 便表明了 他们并非昂贵轻巧的工艺制品 出现在军营中 而且是随援军而来 很有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武器 而偏偏 就应该是皮实耐用的武器 却展现出了一种 不亚于艺术品的美感 这种强烈的冲突 让他感到了难以言喻的震撼 杭恩咽了口唾沫 他发现自己 或许不能再称作 见多识广了 对于这群人而言 战争恐怕已变成了 另一种东西 一个他无法想象的领域 第0887章 轰炸机行动 而另一头 北地驻军的中央大战里 所有人都为 即将到来的阻击战忙碌起来 把整个正面战场 都交给女巫 听完伊蒂斯的布置 英恋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我不是不相信他们的能力 但陈希各部 女巫陷入苦战 到那时 即使我方想救 恐怕也力所难及了 我一开始 也是这么认为的 伊蒂斯笑了笑 事实上 这个方案并不是出自参谋部 而是来自国王陛下的念头 有正式记录吗 副营长问道 在这儿 北地珍珠递给他一张 标有红色印记的密信 顺带一提 新的末尾 授予了我暂代指挥官的权利 按照第一军的规矩 任何军事行动的战前方略 都必须形成纸质记录 并由相应层次的参谋人员 审核千章 作千章者为罗兰陛下 则意味着任何军队 都要无条件执行 应面确认无误后 立刻挺身抬头行了的军礼 北地驻军保证完成任务 很好 伊蒂斯仰起嘴角 不过要记住一点 你们的目的是 给予溃逃敌人 以毁灭性的打击 重点便在于溃逃一词上 如果前提条件不存在 则视为作战失败 所有涉负人员 按原路返回云中梯 不得擅自应敌 这一条命令 请一定要向每个人交代清楚 您是指 撤退吗 应面惊讶道 难道陛下 也不知道 他的方法能否行得通 没试过的是 谁知道呢 北地珍珠直言道 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 就只能再考虑其他法子了 陛下把我派到这里来 正是为了防止万一的 那女巫怎么办 即使失败 她们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明白了 我这就去准备 明天一早 各班就能出发 应面再次行礼道 此次作战代号 为轰炸机行动 战斗便会正式打响 伊蒂斯回进了个军里 去吧 是 虽然不知道轰炸机是什么意思 但应面心中莫名多了几分信心 能被陛下称作机的东西 一定 非同反响 蒸汽机 不就是个极好的例子吗 两天后的清晨 闪电 终于在营地中等来了 出发指令 马基已经将所有人员搬运到位 你们可以启程了 他手里的 聆听福音传来希尔维的声音 陈希大军正在拔寨集结 希望你们能够赶得上 放心 我们随后就到 小姑娘说完后 朝同行的麦西和蜂鸟挥了挥手 快过来 我们该走了 这两天时间里 他不仅从空中核对了云中梯的地图 还将周边地区的大致情况 统统看了个遍 陛下的计划并不复杂 作为援军的女巫 一共六人 照作战方案 被分成两个小组 一个负责保障运输及后勤工作 其核心能力 便是马基的魔力方舟 除此之外 还搭载了希尔维与莉莉 前者 若晨熙大军攻入就胜成 很难保证 教会不会孤注一掷 在城中大规模释放病原体 而另一组 便是此次行动的核心 哦 不 蜂鸟坐入支架中 握住两侧的连杆 令魔力源源不绝地流淌于杆箭之上 不一会儿 这个被陛下称为东风号的铁架 便连同八枚 航弹一起降至了原本重量的1%左右 而这也是麦西一花后的搭载极限 接着白发小姑娘 便升为巨兽 哈佛于支架上方 由闪电连接好固定的布袋和绳索 东风号 顿时与麦西形成了一个整体 由于蜂鸟的能力 无法对活物起效 麦西背负的重量 基本等同于一名女巫 外加一个和女巫等重的便携式航弹挂架 只要减重效果能够维持下去 它就能在空中 长时间执行精确打击任务 这也是在用轻气球轰炸战术 攻克王多后 罗兰根据战后汇报所做的改进 比起气球 麦西的飞行速度要快上许多 实行任务时更加灵活 若采用俯冲头弹时 还可省去闪电的修正过程 让后者有充分的精力 进行侦查 引导工作 当然 蜂鸟的魔力并不能支持 东风号一整日的飞行 尽管拖运火炮的锻炼 让它魔力水平上涨不少 但对于体积庞大 重量又惊人的航弹来说 能坚持上半天就算十分不错了 毕竟平时航弹的弹体 引导头和装药 都是分开来运输的 好在 对于近在咫尺的陈锡军队而言 半天已然足够 所有道路通畅 可以起飞 重复 可以起飞 闪电 拉下防风镜 纵身跃至半空 啊 又来了 蜂鸟捂住额头 叹了口气 哦哦哦 当麦倩拍打起宽大的翅膀 地面上仿佛升起了一个巨大的阴影 营地的帐篷 在气浪中左右摇摆 如同狂风过境 随后它调整方向 朝着赫尔梅斯山脚 飞去 半个时辰后 三人顺利飞抵制 就胜承上空 并轻松找到了此次行动的目标 上万人的大部队 即使在高空中俯瞰 也十分醒目 这支大军远远望去 颇像是一条溢出的溪流 后面 还能勉强保持队形 但到了城中 则已完全分散开来 无数彩色的斑点 如蚂蚁一般缓缓如动 正一点点蚕食着 就胜承的地盘 闪电一点也不喜欢教会 他们 如今遭此劫难 只能说是报应 可城中除了信徒外 还有许多无辜者 个别是教会 从各地掳掠来的锅 至今仍被关在几座修道院中 他们不应该随就圣城 一同葬送于此 小姑娘深吸了口气 不断拉伸自己的高度 直至感到呼吸有些困难时 才张开双臂 沿着溪流中线开始俯冲 只不过方向完全相反 急剧的下坠 令她五脏六腑 都仿佛在向后移动 这个过程 理应不太好受 却有种风驰电车的快意 闪电没有回头 她知道 麦西一定会跟在身后 多年的相处 已让两人的配合 天衣无缝 地面上的人 和物证快速扩大 一些歧视 显然也注意到了 从天而降的黑夜 她甚至能隐隐看到 对方脸上的金句 当一人一兽 飞制人群汇集的中断时 闪电猛地拉起身子 同时大喊道 就是现在 猴蛋 坐在支架中的疯鸟 用力搬下了活动开关 地零八八八张 从天而降 随着咔嚓一声脆响 插销向上弹起 重达五个燕鹰的航弹 在重力作用下 划出支架 借着惯性 朝人群飞去 脱离东风号后 航弹立刻恢复了重量 但速度丝毫未减 这个变化 瞬间赋予了 她极大的动能 弹体与空气的摩擦 令其发出一种奇特的效应 像是哨子 又如山峰穿过岩洞一般 地面上的人 不约而同抬起头来 注视着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到了这个时候 大多数陈希贵族 反而松了一口气 比起麦希恐怖 而巨大的身躯 两枚航弹 显得不值一提 尽管从那个高度扔下来 砸到头上 必然会尸骨无存 但死的也就是 三四个倒霉蛋罢了 为了从濒临瓦解的教会中 分到一杯羹 此次远征响应者无数 大道 公爵守护 小道新晋骑士 全都积极地备好马匹 招募随从 一路跟随陈希之主 浩浩荡荡地向西面挺进 因此队伍也是 前所未有的庞大 一万多人的大军 别说死上三四个 就算死上三四时又如何 倒是外形惊悚的孔兽 更令人惧怕 一旦扑入人群中 撕咬践踏 造成的伤亡 少说也得上百 更别提那些无知的农奴 被吓破胆后 疯狂逃窜引起的损失了 只要巨兽不落地 他们就并不太担心 当然 也有可能是对方心存忌惮 不敢公然与 陈希大军对抗的缘故 毕竟这玩意 准备了不少对付女巫的工具 既然截略的目标是教诲 这方面的手段 自然必不可少 不少骑士 已经放下了手中的长弓 收起 神石箭矢 笑着打赌 这两块黑石头 会落到哪个家族的队伍中 没有疏散 没有卧倒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两枚航弹如同离弦之剑 以一道近乎直线的轨迹 迎头撞入了缓缓移动的大军领 溪流中央 顿时掀起了两团星红的烈焰 航弹落点处的人畜 直接化为灰烬 受热膨胀的气流 形成了爆炸风 犹如一道波纹 向四面八方绽放开来 加速到这个程度的热风 和钢墙没什么区别 撞上的人 几乎立刻粉身碎骨 断肢和内脏 被抛得到处都是 冲击波衰减得很快 在摆布之后 便不再有撕裂躯体的能力 但对于一枚航弹来说 其杀伤力远不止如此 和王都之战不同 晨曦与旧盛城接壤的区域 是一块宽敞的平原 无论冲击波 还是破片 都不会有任何遮挡 而毫无防备意识 挺身站立着的高密度人群 简直成了破片最好的靶子 但体内的千百颗铁珠 连同破碎的外壳一起 以数倍于声音的速度 贯穿了人群 一颗铁珠 往往能连续穿透十来人才停下 更别提能量巨大的钢制翘踢了 航弹的威力 几乎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 从高空中看 腾起的黑烟像是一道高墙 将涌动的溪流声声遏制下来 然而 还未等陈希贵族 从天雷般的打击中回过神来 闪电已经爬升至最高点 开始了第二轮俯冲 风风号 再出击 外溪紧跟其后 收拢翅膀 沿着闪电开辟的轨迹 一路下坠 并发出高亢的长啸 八枚航弹 分别装载在左右两个支架中 暗滑轨一次落下 既可以连续轰炸四次 也可以一口气丢到同一个目标上 为了达到最佳震慑效果 闪电打算俯冲四次 尽可能将炸弹 仍在还未散开的溪流中后断 不过当第三轮航弹投下时 陈希大军就已经崩溃了 对还活着的人来说 那并不是爆炸 而是天降神罚 被天雷击中过的地方 皆是一片焦土 尸横遍野 无论是不着骗甲的农奴 还是 身披仲凯的骑士 在地狱般的烈焰面前 没有任何区别 谁也不知道 这样的攻击还会持续多久 震耳欲龙的爆炸 和重伤者的惨叫 无一步折磨着众人的神经 而最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是 面对如此匪夷所思的打击 他们唯一能做的 只有祈祷下一次黑石头 不会落到自己附近 在空中盘旋俯冲的巨兽 根本不会靠近箭矢的攻击范围 一群人除了被动挨打外 几乎束手无策 这样的战斗 完全超乎了他们的常识 贵族是为了劫掠财富而来 倘若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那要钱还有什么用 就算能搜刮到一大箱金龙 是从死光后 也没办法运回去啊 两箱衡量之下 结论已不言而喻 当严令农奴不得逃离战场的骑士自个 掉头策马时 队伍很快失去了约束 溪流再次流动起来 不过这回的方向已截然不同 先是一批两批 随后是一群两群 已经进入城内的分散贵族 失去了源头 而后面较为归整的列队 则成为了一滩散沙 可对于晨曦大军而言 噩梦才刚刚开始 早已藏身于大道一旁田野里的第一军 等到敌人蜂拥而至时 冷静地扣下了扳机 这是一次如教科书般标准的侧击 众贵族只想尽快离开这块危险的地方 全然忽略了侧疑的侦察与防备 北地驻军五个搬沿道路一字排开 朝溃散的人群倾泻火力 中机枪也好 转轮步枪也罢 全部无需考虑命中问题 在不到300米的距离内 只用尽快打光枪堂里的子弹即可 半人高地迈赶成了伏击者最好的掩护 趁着天还未量之际 英面便以率人潜伏至此 希尔维强大的洞察能力 确保了对真齐的完全遮蔽 对方几乎如瞎子一般 但自身的一举一动 却清晰地暴露在第一军眼中 可以说从侦察层面上 两者便已不是一个层次的对手 直到第一声枪声响起 陈希贵族才惊觉到田中 竟还埋伏着一支敌军 若是行军时遇到突袭 他们或许还会仗着人多势众发起反击 但到了此刻 逃命已成了最重要的事 被子弹击中 还是逃出升天全凭运气 人人只恨自己少掌了两条腿 慌不择路地埋头逃窜 贵族更是驱使坐骑在人群里 横冲直撞 全然不顾领明的死活 宽阔的大道 眨眼间变成了一条死亡之路 第0889章 关键之人 强制随第一军行动的唐恩 发现自己 还是低估了这伙人的实力 从交战到击溃 两边人马 甚至都没有直接碰触过 桑叔他们只是不停地朝晨曦 部队开火 既无遮天蔽月的剑雨 也无厮杀时的汗水与血光 在长达一里多的战线中 他什么也看不到 可偏偏对方的列队里 却时不时有人成片地倒下 仿佛在配合这边的动作一般 这令战争看上去有些儿戏 就好像一场空有声势的戏剧 不过从大道一侧传来的嘶声惨叫 便知道 那仅仅是他的错觉而已 一军表现得越是轻松 只能越发证明他们的强大 他总算明白了 丁子所谓的第一军的作战方式 到底是指什么 几百号人的队伍 行动起来就如同一个人一样 静默时宛如幽灵 出击时也沉默不语 一切皆按照计划实施 其纪律性简直前所未见 比起那些杀伤力惊人的武器 唐恩觉得北地驻军并没有逊色多少 趁着夜幕掩护 扶晓前夕埋伏到位 五个班组悉数上阵 背后没有一支督战队 身为指挥的阴面部留守营地 反而待在离旧圣城最近的伏击圈里 所有人精神高度集中 分工明确 每一道命令都能迅速执行 如果不是这些细节 即使拿着凶悍的武器 恐怕也没办法取得如此战果 目睹完整场战斗后 唐恩不禁有些庆幸自己 及时选择离开了赫尔梅斯 如果一直待在圣城不走 等到这些家伙攻入城内 只怕像他这样的商人 都会按照资敌者来处理吧 也罢 他暗地里叹了口气 外面太危险 倘若这次能安全回去 还是老老实实在 永夜城里做生意好了 虽说钱不多 养活一家人应该问题不大 还有人间天国的佛 应该也很想念他了吧 真希望能早点到家呀 唐恩心想 傍晚时分 应变走进临时搭建的 义士帐篷 向伊地撕行了个军礼 随后递上一本册子 战场已经初步打扫了一道 这里是个颁报告的情况 我简单会总过了 辛苦你了 北地珍珠接过册子 从头到尾翻看了一遍 第一军无疑人伤亡是意料之事 陈西方面则找到了 一千多具尸体 另有六百余人受伤 直接检员估计在两成左右 其中被枪弹干掉的并不多 大部分人死于航弹轰炸 和自相践踏 一路上的扫射 不过是加剧了其混乱程度 这一点也符合参谋部的推断 毕竟北地驻军人数太少 光靠魔力方舟 无法转运足够多的弹药 加上缺乏扩大战果的追击手段 让敌人跑掉 大半是可以预料的结果 只要驱逐陈西大军的任务达成 就算是一次成功的阻击战 最后 还有一千八百多人弃邪投降 其中 二十五人是贵族 爵位最高的是一名伯爵 自称百花领主 不过让伊蒂斯产生兴趣的 却是另一名叫雷敏 佩顿的男爵 报告上写着 在一片许诺几幅赎金 希望得到妥善对待的请求声中 他却反复强调 自己和一位徽宝高官是旧时 还跟徽宝之王有着朋友关系 这人真这么说 他朝阴面摇了摇册子 估计只是胡说八道 或者以为徽宝之王 还是提废科 温不顿 副营长皱眉道 您打算怎么处置这些投降贵族 赎回是不可能啊 先扔进牢里养着吧 伊蒂斯沉饮了片刻 以后 说不定还用得着 至于非贵族 旧地 遣散即可 我们没有那么多余粮分给他们 是 没有发现 晨曦之主安佩英 磨牙的下落吗 尸体中并没有找到 与他特征相符的人 阴面摇摇头 审问俘虏时 倒有人疑似见过安佩英 不过那时候 他和一群骑士 似乎都换了身衣服 也 没有携带旗帜或加灰 其余人 想要跟他们一同撤退 还遭到了骑士的阻拦 由于距离相隔较远 加上现场一片混乱 那家伙也无法确定 对方就是安佩英 遇见的地点呢 旧盛城内 如果一国之君在大军中 你觉得应该走在哪里 呃 最前面 阴面不确定道 准确地说 是先锋之后 他解释道 旧盛城没有城墙 能抢到什么东西 全凭手快 因此截掠这种事 自然也得让国王先来 先锋 一般由他的骑士团担当 既可以提前排除危险 又能保证自己是第一个入城者 所以当轰炸机行动开始时 他们已经在城内了 嗯 正因为如此 安佩英才躲过了麦西 和疯鸟小姐的空中攻击 并且有充分的时间辨明局势 选择正确的逃跑方向 话虽这么说 能在半个时辰内 决定放下国王的尊严 乔装出逃 也算是合格的 反应了 异地思维不可查地仰起嘴角 轻轻舔了舔嘴唇 该死 还是让最大的鱼给跑了 鹰面愤愤道 如果我能预先准备一支追击部队的话 没有用的 他打断道 这么宽阔的平原 除非你能预知他逃跑的路线 才有可能截住他 主刀上的伏击 不过是利用了敌人的撤退习惯 和从众心理罢了 所以 当他们向另一侧的麦田逃窜时 火枪的杀伤效果 就大打折扣了 副营长没有反驳 但仍显得一副十分懊恼的样子 你也无需自责 要知道 这未必不是件好事 伊蒂斯笑了笑 为什么 鹰面压抑地抬起头来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比较复杂 你只需明白 恐惧是会传染的 等那些人意识到 与徽宝为敌 有多么可怕后 还会将陛下的警告 视作无误吗 北地珍珠顿了顿 安佩英 摩亚的王座 只怕没那么好做了 见他不想深谈 鹰面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直接占领就圣城吗 就靠这五百人 住进城里 连个水花都见不起来 伊蒂斯毫不犹豫地否决道 再等等 拜倩小姐 已经去接送一名关键人物了 如果顺利的话 或许我们能不费吹灰之力 拿下此地 第0890章 伊莎贝拉 缅夏 当再次看到这座熟悉的城市时 伊莎贝拉不禁有些感慨 没想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教会就从人类战胜魔鬼的唯一希望 变成了神异之战的阻碍者 尽管他在这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对教会并没有多少感情 奥伯莱恩缅夏日复一日的教导 让他明白 结果永远比过程重要 若无法挡住魔鬼 一切得失都毫无意义 他贯彻了这则教会 选择了比梅恩大主教更有希望的杰罗 又在杰罗败北后 投效于罗兰 温不顿 如果有比罗兰更具潜力的领导者 他依然会做出相似的选择 因为这是大义 比起个人的利益 他将人类的延续传承 放在了第一位 不过话虽这么说 伊莎贝拉心中 仍有些难以释怀的遗憾 只是他自己一时也弄不明白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直到重新回到旧圣城 他才明白过来 他在为杰罗而感到惋惜 杰罗作为经历了 漫长岁月的纯洁者 理应与他相隔鸿沟 也有不少纯洁者 暗地里抱怨过 夺心者的喜怒无常 但意外的是 他却觉得对方莫名的好相处 提起那些各自心怀思念 在神异之战中 掺杂其他诉求的纯洁者 杰罗的想法 简直不加掩饰 而且其信念远非他人能及 伊莎贝拉发觉 实际上杰罗和 他并没有太多区别 唯一的不同是 他更习惯于 站在辅佐者的位置 而杰罗却是领路人 这一点 恐怕也与天性无关 只不过是对方 活了两百多年后的 必然选择 如果能早十年 遇上罗兰 圣城 应该不至于 变成今天的模样 可惜一切都发生得 太迟了点 经过两圈盘旋 麦西稳稳地 落在了城外的营地里 我们到了 下去吧 背后的艾格莎说道 伊莎贝拉点点头 翻身 从巨兽身上跳下 周边立刻有士兵 迎了过来 伊蒂斯大人 已经在帐中等候了 请两位跟我来 此行 除了她之外 罗兰陛下 还叫麦西烧上了冰女巫 并直接了当地告诉她 目前仍在服刑期 需要在其他女巫的监视下行动 伊莎贝拉对如此直白的说法 一点也不在意 她既没有佩戴神罚之所 手脚也无料靠 连衣服都是崭新的 这已是她所预想不到的优待了 走进帐篷 一名女子笑着从桌后站起身来 我是伊蒂斯 康德 防卫部成员 也是对圣城作战的暂时负责人 一名容貌出众的凡人 伊莎贝拉心想 我以为你们会先控制赫尔梅斯高原 在西夏收复就盛成 计划本是这样 只不过晨曦的人来得太快了点 伊蒂斯将局势大致讲述了一遍 陛下的命令是确保修道院的安全 这一点倒不成问题 难就难在 如何稳妥有序地将里面的锅转移出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都是接受教会教育长大的吧 如果强行驱赶 只怕会起到反效果 所以我想你或许能有办法 毕竟在出征前 陛下指名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你 伊莎贝拉不禁皱起眉头 等等 你们是从云中踢过来的 怎么 有什么不对吗 那里是教会重点盯防的 要道 照道里不该无人看守才对 是这样吗 伊蒂斯也沉下声来 可商人认为那是一条 闲有人知的秘密通道 希尔维也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教会在此地经营了数百年 一草一蛋都摸得清清楚楚 怎么可能放过这样一条 不受城墙控制的小道 伊莎贝拉摇摇头 任由走私商人通行 只是那帮人故意未知 他原本是为了对付四大王国的 邪阅联军而准备的 其少典都设置在群山间的 天然溶洞内 被忽略也很正常 会不会是因为 圣城秩序崩溃的缘故 云中踢的警戒 序位上在外城墙之上 按道理很难出现这样的情况 伊莎贝拉心里颇觉意外 这哪里像是秩序崩溃 简直跟契城逃离差不多了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能让我亲自去赫尔梅斯看一看 先解决掉修道院的事吧 艾格莎提醒道 从空中应该能看到院里的情况吧 的确 闪电小姐已经将三座主要的修道院 都查看了一遍 并且发现了一个大麻烦 里面的孤儿 似乎被人组织了起来 像是做好了死守大院的准备 这也是 我们始终未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 伊蒂斯摊手道 我可不希望士兵毫发无伤地击溃陈西大军 最后却损失在这里 有人组织 伊莎贝拉沉吟了 片刻 让我进去和他们谈谈 你一个人 他本想说 一个人就够了 话到嘴边却又收了回来 不 艾格莎会随我一起 伊伊 伊莎贝拉大人 见到伊莎贝拉 马基立刻站得笔直 右手下意识地按到了胸前 说过好多次了 不用加尊称 直接叫名字就行 他面无表情道 我们已不再是纯洁者了 是 大人 马基 慌忙点头道 伊莎贝拉暗地里叹了口气 陛下虽然规定了他的行动范围 却没有约束马基 香草等人 后来他们 伯尔也会跑来外交楼找他 顺便聊聊女巫联盟里的新骑士 只不过 他们依旧带着修道院里的习惯 至今仍未完全改过来 还好艾格莎并不介意这些细节 带我们进去吧 他指了指不远处的城市 伊军不去吗 把基召唤出魔力方舟 望了眼身后送行的伊蒂斯 在没有确保安全前 他们是不会进驻就圣城的 方舟很快沉入地下 只留下一片通透的天花板 透过头顶的土层 可以看到在空中指引方向的闪电 旧圣城里虽说有四座修道院 实际上大可等同于一座 他们围绕道颖教堂而建 地底有通道相连 并由一条密道直达山中的疏密圣殿 主要是为了方便向转化一室 输送新的女巫 不过 自从超凡者觉醒事件 导致一座修道院被迫焚毁后 连接通道便被封闭起来 国立方舟悄无声息地 潜入了最靠近外圈的西区修道院 正如闪电所说的那样 偌大的庭院里空无一人 大堂门口站着两名面黄鸡兽的女孩 手中拄着的 长枪比他们个头都高 扶上去吧 送到这里就行 依莎贝拉开口道 不用先前进去看看吗 马基亚依地问 里面暗藏的神识太多 没必要冒这个险 旧道院这样的药地 往往会放置巨型神识 覆盖范围能够达到百步以上 远超出了他的消除范围 方舟很快跃出地面 引起了看守者的一阵惊慌 在他们眼里 两人几乎是突然出现在庭院里的一般 一群孤儿在十几名修女的带领下 蜂拥而出 举着刀剑木盾 短弓手弩 向两人冲来 艾格莎手中以凝出寒冰 只要对方放箭 她随时都能将伊莎贝拉包裹其中 等 等等 都停下 忽然 带头的修女大声喊叫起来 您 您是教皇缅下身边的 伊莎贝拉大人吗 另一名修女颤声问道 随着这句问话 所有人顿时止住了脚步 是我 伊莎贝拉平静地点了点头 看来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 如此一来 陛下 所交代的任务 应该也能比较圆满地完成了 然而接下来众人的反应 令他有些措手不及 真的是伊莎贝拉大人 太好了 我们有救了 不 是伊莎贝拉缅下 缅下 求您救救我们 教皇缅下 请别丢下我们 越来越多的人丢下武器 埋头跪倒在地 缅下的呼声 一时间响彻大怨